我是顏少帅 人称盲城最耀眼的麒麟才子 十年前 我的父亲在马兰山截标的时候 被龙门标局的标师所杀 十年来 我一直很想要报杀父之仇 经过两年来的调查 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可是 曾大帅的死 跟我 又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我们盲城真大帅吗 对不对 大帅一刀致命 地上有一杯打碎的深茶 最近这边好像有点闹鬼 现在给你一个平安符 平安符啊 鬼尤雅 从海外回来的 我们在教会认识的 贴心 温柔 笨得很可爱 我很欣赏它 先放好 放这里 鬼你这是贴心啊 你不用担心 我怕你被鬼抓走 以后呢 我就是能护身符 好吗 所有当晚做法事的人 做法事 是 你们在做法事 今天我们约了大天师 来给我们府上做法事 所以八点钟的时候 大家都 这里是在拍偶像剧吗 你们两位 在他们两位没有上场以前 我一直以为我就是偶像 两位请进 请进 这位非常帅气的是 他是我的另外一半 少帅 严少帅 他的儿子 对 好像对父亲的死 你并没有太多的难过 少帅一直是一个 善于克制情感 但是胸怀天下的年轻人 夏参谋 曾大帅的新妇 辅助我父亲 成为一代军阀 我父亲很信任他 这么年轻 应该不是你儿子对吧 不是 欧怡泰 是我养父 从丽花皇宫带回来的 听说当时 可是丽花皇宫的头牌 妖艳动人 可是 不喜欢这种 哇哇哇哇哇哇 来了个少帽经 少帽经 他怎么变成弄鬼 大天师 我父亲喜欢抓鬼的 总是拿着八卦镜 在府里 生生叨叨的 我很瞧不起他这种行径 装神弄鬼 五位嫌疑人已经陆续到了 今天是民国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曾大帅 在他府上的书房 遇害 好 那来少帅 呃跟真摊介绍一下 嗯 我是盲城最骄傲的奇灵才子 盲城之光 盲城之光 是我的爱 呃是你的爱人 好好知道了 这吃完饭之后呢 我也跟大家一样各自回房 对 我叫我的练功房 练功房你练的是 功夫 本人是文武双全 文武 所以这个永春啦 刀箱介绍 全部都会 所以你七点到八点是听从天使的话乖乖的待在房间 虽然我不是很信任他 但是我 但是你听话 我不会 我非常好奇 这里并没有任何人信你 只有你自己信你自己 我就是因为坚强活到现在的 我是五点半来到这里 六点钟开始跟各位一起吃饭 后来我掐指一算 应该到了我的时辰了 我七点钟到八点中间 我要做法 我要除魔 我希望他们几个人都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 出现在我世界里 到了七点四十的时候 我的仪式正式开始 我放了鞭炮 放了整整五分钟的挂鞭 这时候八点钟 我就等到所有人到场 跟我集合我要驱魔 降魔的仪式开始 这个时候 咱们的大帅并没有来 姨太 姨太去看 她就一命 误呼无聊 她叫我们在房间里 她只有说她在花园里面做法而已 都没有人去怀疑 她真的是在花园里面 帅帅等等我 她是不是贴双眼皮啊 她是原本的眼睛是开的 她死了 这边有一个打破的人生茶 我拍过了 你拍过了 那天是云游之盲城 备受民门推崇 这个也是 多情世违浪 八斗 一几茶 所以 欧姨太突然想学 钢琴 不是你叫我来 叫他钢琴 是他说他想学 那你才找到我 你想让我跟你住在一起 你就说嘛 这么明显 你还要问吗 哇 土内颇不安宁 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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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的 把它拍起来 还有别的吗 有两封 好 一起拍 有大帅专用的信 纸 他 他帅的 下面有东西 我来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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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啊 鬼是他 鬼是他做的 是不是 演鬼 这是谁的房间 这是大天师 他自己演鬼 然后来自己抓自己 好无聊啊 你不要 哦 哦 好精彩啊 好像哦 哎我要 我要 好像哦 你不要动 你寸前面啊 从背面看啊 你就是背面的 然后从正面看 你还是背面那种 活生生的 这是一个鬼啊 真的是严雅伦 严雅伦都来了 你还在这边装鬼 我来 很显然 我们府里有鬼 那件事情是他假扮的 他提前先到 曾大帅府上 装神弄鬼 让曾大帅 觉得需要请他 帮忙驱鬼 但是 我还没有想清楚 他来的目的 那为什么大天师要来 他就是来驱魔 他要装鬼 就是装鬼才有机会来啊 对啊 所以那个鬼是他装的 对啊 你刚刚讲过了 他装鬼 你刚刚讲过了是不是 对他装鬼嘛 所以他装鬼来吓我们 不是啊 这八年你是怎么忍过来的 你装鬼是为什么 装鬼是这样的 是这样 万丈高楼平地席 成功只能靠自己 那么 我是因为 听说这里有鬼 我为了 你也听说 你不是出击鬼 我不是这个鬼 我是听说这儿闹鬼了 我希望他们请我来 抓这个鬼 但是我得有名声在外 我才能去抓这个鬼啊 对吧 然后我就开始在别的地儿 开始装鬼 然后 再把自己捉了 然后我自己 再把自己给捉了 然后这时候 是啥 他们请我来的呀 但是 但是 我是七点四十去的那儿 去的那儿 发现他已经死了 他有可能说谎 大天师 他拥有筹备的时间 真的太多了 从第一次闹鬼 第二次他装鬼 他其实密谋很久很久了 怎么样比起来 大天师都是 最有充裕的时间 可以去做任何事情的 所以刚才我只想问 你是七点半 去的 他已经死了 我是七点三十五 到七点三十五 我是七点四十去的那儿 少帅 跟现在咱们 真大帅 那不是他真正的父亲 养父 对 这个养父其实是亲手 杀了他真正父亲的那个人 为什么 因为底下写着 今时今日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部下 可以开始替父报仇了 在颜少帅的房间里 很重大的发现 就是这一张复仇计划 垫在抽屉的绿豆糕 下面的那张纸 天哪 关键是另外一个理由 我觉得是更加的崩溃 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鬼 跟我们的 真大帅 真大帅 有爱慕之情 真大帅 对这个 鬼刘洋 有一些 暧昧的信件 请他教他英文 还送他礼物 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鬼小姐 你拍这鬼娃娃什么意思 我就是说 他们可能就是 希望有爱的结晶嘛 你不要 不会 不是不是 其实你不要口出狂言 你不要乱说话挑补我们的感情 您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发现 已经不需要挑拨了 他的家教身份 是利用 是利用了少帅 我没有 他根本不是爱少帅 这根本不是一个爱情 不对不对 我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请问这怎么解释 你为什么要查他的点 你为什么要特意 利用他在教会当义工的身份 跟他接近 我现在最怀疑的就是我们颜少帅 他的证据太多 既有杀父 杀父之仇不共在天 又有感情的 感情的挣扎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